机师公会成员一到隔离饭店外 窗内那头马上有手伸出来打招呼 用浴巾枕头黄飘态通通有 非常热情回应 因为检疫中机师们无法踏出房门 整天只能盯着外头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头 这是机师居检的饭店 他们在窗户旁边挂上了黄丝带 这是在呼吁桃源机师公会发出的两项诉求 也就是居检期不派飞 以及呢每个月至少三天 非居检 非执勤 非自主健康管理的喘息期 他们挂上了这个黄丝带 希望表达的是无声的抗议 窗户上清晰可见黄飘带贴成的标示 一痕一束交织成监狱的模样 还有一个人抓着栏杆上头写的pilot 监狱里的人就是机师 另一个窗户homesick想家了 有部分的组员因为他的排班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所谓的地域班表出现 就是他前面已经出去十几天了 然后回家两天三天 然后再来又来一个十几天这样子 其实这对主员来说是一种煎熬 我们家小的比较黏我 他常常问妈妈说 爸爸这趟要多久才要回来 即使自录影片 周末的百货公司不时有活动 这一周还放着烟火 看着民众聚集合家欢乐 对他们来说确实奢求 因为他们不是在隔离 就是在隔离的路上 五加九无限轮回 身心煎熬 虽然有极少数的机组人员 让航空业成为社会大众眼中的防疫破口 但即使说他们真的比大家更怕染疫 我们很努力的在守住防疫的前线 可是我们却一直得不到后方的资源 我们听不到 应该说听不到网路上一点点同情的声音 对这是让我们其实觉得心力最交瘁的地方 最主要的对技术人员这一年来的苦 就是我觉得人权被牺牲 对人权被牺牲之外 那当然我们的健康我们生理心理的状态 也被牺牲嘛 所以我们失去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嘛 对不对 我们就不是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几个月前呢 已经有外籍组员 在公司的检疫宿舍的走廊上 跪在地上放声大哭了这样子 日前一名国际航空外籍机师 不幸在检疫后离世 生前曾抱怨不断在执行 检疫中无限轮回 其实公会因此发起了黄票带行动 呼吁主管机关航空公司 正式机组员身心健康 那至于他们这次有些诉求 因为牵涉到排班的情形 所以可能请民航局跟华航 本身来了解说排班怎么样能够 跟他们的诉求能够相契合 华航回应开放24小时资商平台 提供机组员专业协助 长虹则表示若有需要可申请特休 或者有心病假 民航局则是持续协调当中 只是除了检疫问题 有的机师则是因为班机减半 收入大受影响 到量饭店应征实行160元的职缺 那或许是就是在银行的机组员的部分 他们因为收入是真的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或许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 疫情影响全球将近两年 为了提供必要空中交通运输 机组员守在国门岗位 为了防疫不断隔离 这样的苦指望能被体谅 TVBS新闻李伟华 陈建敏 王卫庭 桃源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